因為其實最近傳出很多香港的政務都是地下黨員 其實這些消息到底我們現在怎樣解釋 現在就很難拿到真正的證據出來 之前已經香港一個中共的流程報言 就說梁振英是英國的間別 但是有種說法就說他在英國留學的時候 那個阿華做英國大使的時候 就是習近平的前妻的流動 就說他留學英國的時候 阿華監視入了共產黨 所以有人說他是雙鳥的 就是他是英國的間別又是中共的間別 就是說他是雙鳥的 最近包同有個微信 包同的消息從哪裡來 我不知道 總之有個微信有人傳傳一下 有一個人傳給我看 就是包同說的 就是說有個中共組織方面的官員 就叛變了 鬥了西方 就向西方的情報機構 就說香港有很多高官加入了共產黨 那裡面有幾個人的 我記得有一個是何君堯 就是說他不知一九七幾年就加入了共產黨 林鄭也是八幾年加入的 那如果說這些東西就 如果不是說他有那種信念 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 有些人很難理解他 怎麼會這麼違反那個文明的規範 是不是 就是那個普世價值 很多東西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如果他不是以一個黨性保證 是不是 所以就很值得懷疑 其實以你們所知 如果在香港這些人 加入共產黨 他是否都要一套完整的那些日黨的儀式 還是他們以什麼儀式 證明他們是地下黨員 這些呢 就是說他有沒有種正式的儀式 很多種的 中共就有種秘密黨員的制度 就是說有些黨員是單線聯繫的 不公開他的身份 最明顯的就是原來大公報的社長 廢移民 廢移民究竟他入了黨 沒有入黨 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這個作用就比共產黨更厲害 那為什麼呢 就是周恩來他就提出入黨 當時黨組織一直就沒有舉行儀式 後來周恩來就單獨跟他說 你入了黨和不入黨 我相信你在黨外起的作用更加大 那就是這些人呢 中共就有意給他搞統戰的 還有一個羅夫 羅夫當然是後來警醒了大家都知道呢 他的表現是跟中共背道而馳 羅夫當年搞統戰也是很成功的 那這個廢移民呢 他就正式就沒有入黨 羅夫當然是入了黨 那廢移民就沒有正式入黨 就是在香港的黨組織是沒有他的紀錄的 但是他有沒有周恩來 就是被他秘密入了黨 就不公佈呢 就不知道了 總之他就是比共產黨更加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就對他絕對信任的 那他的作用就比共產黨更大 所以周恩來就說你不需要入黨 你在黨外起的作用更加大 這樣就對他絕對信任了 所以這些黨員很多都是的 好像原來新華社 就是現在中聯辦 那時候叫做新華社 那新華社的副社長叫李柱文 那他就叫做紅色牧師 在上海的時候他就是一種秘密黨員來的 在教會就從事過統戰工作的 實際上他是共產黨員來的 所以這些藝教徒就很多的 加大陸宗教系統都還有很多的 這些人就表面上就沒有入黨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以前就在一家舊書店買到一本 中國人民政協第八屆委員會 所有委員的名錄 那名錄裡面 政協委員好像有千幾兩千人 總之有千幾人以上 那裡面總共有二十幾個界別 其中有一個界別很特別 這個叫做特邀委員 那個界別全部是特邀的 不是說正常的那種正確力 這些人全部都是 要不就是正式共產黨員 要不就是秘密黨員 即是特邀的界別就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年我買到這本政協名錄很厚的 幾百億這麼多 即是每個政協委員都有簡介都有職務 這本可能是每個政協委員一本的 所以就不公開的 但是裡面就沒有密級的 因為政協可能不整這個 那裡面特邀代表總共有幾十人 我為什麼後來發現 他這個界別全部都是這些秘密黨員 其中有兩個人 當年何貧和高新寫中共太子黨這本書 他們兩個都有跟我們寫稿 中共太子黨那本書 所以很多還沒出書之前 有些就在前哨登的了 其中寫到熱見英家族的時候 高新就跟我說 他說熱選寧當時就沒有人知道 第一個外面沒有人見過他的相片 第二個他的身份 他什麼都沒有人知道 就是個個說熱選寧好像神忍了 沒有人知道他做什麼 他其中就是這個特邀界別的代表 但是就不是用熱選寧的名字 他是用岳風的名字 是岳風 岳風 高新就不知道在哪裡聽到 就說他是用岳風的名字出去活動的 又是政協委員 問我有沒有辦法了解 我說對 我剛剛有這本 有本第八屆前國政協委員名錄 我一查 岳風 原來就是在這個特邀界別 用岳風 就沒有用熱選寧嗎 我一看那張照片 是熱見英年輕時刻翻版 沒錯 然後看下去就是特邀政協委員 還有什麼香港保利公司那些 結果呢 我就發現他這個界別 還有一個人 就是武漢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 叫做占什麼那些 他是中國對外有血的一個副會長 公開身份 還有這個武漢大學教授 但是呢 裡面透露了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哇 嚇我驚啊 是不是 他原來武漢大學教授呢 嘩 可能他的職權 或者說他的權力 當然是大於武漢大學校長 原來是一個教授 是不是 他是國安部的副部長 哇 我很震驚 所以後來我就專門揭露 在情勢揭露 登了他的照片出來 他都是江西錦江山市政協委員 兼特平香港委員 是不是就這樣說 其實他都是一個地下黨 不排除了 我覺得 有很多這些事情 你好像說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在情勢揭露 就是他搞就是和記血對抗 是不是 那幾個頭呢 我都懷疑他是共產黨員 有些很明顯的外派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之前呢 我記得其實香港的媒體 就是有些互相道 就好像李懿貞 梁振英就是 告訴你 是地下黨員 他還是去寫信去救人 包括跟李懿貞之間 有一個官司 還有曾有成員 被立法會去問 你是否承認自己 是地下黨員 規外否認 其實這些人 是不是地下黨員 民建聯公聯會 民建聯公聯會 公聯會的 叫做什麼 那個頭 就是這些 陳婉嫻是之前的 是 現在有一個人都說 他是外派的 以前沒有人知道的 現在那個叫什麼 王國謙 不是 比較年輕的 李慧強 不是李慧強 我說公聯會的頭 公聯會那個 一刻不記得叫什麼 藍藍 那些 王國謙 不是 那些很多人都說 這個人在香港的公運界 以前是沒有紀錄的 那些人懷疑他是 在廣中派出來 這些不奇怪 外派那些做頭 肯定是共產黨員 不用審的了 不是外派也好 如果他是那個頭 好像 好像公聯會 郭偉強 不是郭偉強 不是郭偉強 那個叫什麼 那些 不抽筆 不抽筆 就是福建幫的 他都相當之會月的 是啊 不抽筆 是公聯會理事長 那些什麼 現在是會長 會長 這些公運界 很多人說 以前從來不知道他有這個人的 左派公會 左派公會的人都說 不知道他什麼來頭 這些人 每個人都說他是外派來的 就是說 工聯會或者民建聯 他做了主席做了頭的 一定是共產黨員 不用審的 因為他要去北京負責 他如果不是共產黨員 怎麼放心 是不是 副會長那些我不敢說 正式做那個肯定是 好像葉國華一樣 葉國華做了公委 做了公委 專責負責統戰民主派 葉國華 是不是 有什麼奇怪 這次梁武行都要揭過 葉國華是一個地下黨員 是的 他不用揭也是的了 文資派人就知道的了 每次統戰他們 都是葉國華出面的了 所以梁貞營或者曾若晨 自己說自己不是地下黨員 他自己當然說一說 你叫他發誓 你叫他發誓 如果是就天打雷劈 你叫他發誓 所以曾若晨 他這個 我當然是被高度懷疑 是地下黨員 他這次就有個政治任務 就是去救理工大學 一個叫朱元的女生 當然不是說假的 但是你覺得整件事 以你 整件事來說 他專門要救那個 那個當然有身份 當然不 就是說不是網上傳 的朱鎔基的孫女都口 肯定是有身份 有人委託他去幫忙 因為如果你找一個 找一個 好像你剛才說 吳秋北 或者李衛廷這些 令人討厭的人進去 沒有人理他 那他一定找一個 和民主派 和勇武的 稍微可以溝通一下 大家覺得他 他有時都批評政府 一定找這些出面 但是他這個角色 因為當時你知道政府 一直叫你出去自首 所以很多民主派 或者一些牧師去到那邊 想去看學生都不讓他看 偏偏他就是 帶了一些學生出來 其實他這個角色 扮什麼角色在這裏呢 你就是講曾六成 這裏呢 這個呢 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太多解讀的 因為他去 他和港大的法學教授 他們一起去 後來又和中校長會那些人去 這個不等於說他去救這些勇武派 因為他救出來 就一定要因別 警方登記的 走不掉的 18歲以上的 一定要被捕的 不是屬於救的 這個是去調解解決這個難題 政府又不想說武力攻進去 拉這些人 是不是 已經試過很強 是呀 試過 但是經過中文大學 我們這期都在講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長期以來 那個共識就是 警察不可以入大學抓人的 這個是社會共識來的 這個不是說警方誤成 好像記者會說 沒有什麼法外之外的地方 香港人不批的 上一陣子 不是很久 大概半年前 香港大學有兩個警察 從那裡經過 後來警方都道歉 是嗎 這個是警方的態度 警方都認為不對 就說不好意思 他們誤會了 一下子從那裡路過 他都要這樣向社會公眾解釋 適宜 就是說他們不是有意的 證明警方都承認這個社會共識 警察不可以隨便去大學抓人的 所以經過中文大學這次 他們就更加謹慎了 中文大學這次 兩個校長協調 所以理工大學 根本他根本不敢攻進去 最多就是攻到門口 就撤了 這個是會引起社會公憤 所以這個就是很簡單 但是他就是把你圍群 令到那些小朋友在裡面 是沒有東西吃的 又不准你物資 他就等餓多餓死你了 這個所以我就說 當時就是他們戰略性錯誤 選擇理工大學 就是如果是好像 你選擇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鄧鄧鄧正國都生 他很難委屈的 有這麼大 你說理工大學 所謂造成這個被一網打盡 其實就是民意 有了少少改變 如果說好像 即是如果說 二十四號沒有區議會選舉 好像上一陣 七月份八月份的時候 那種形勢那樣 他圍不了 圍不了的 如果好像說他這次 理工大學有兩千經歷 我算是五千也好 如果是上一陣子 即是如果現在沒有 一種社會共識上 區議會進行 能夠順利進行 香港人 十萬人 二十萬人 甚至一百萬人 反包圍 在理工大學 警察的防線 等等 包圍自警察 他怎樣辦 他已經十萬人舉起上街 應該沒有十萬人 都已經包圍得很丟 但他去將所有地方圍著 you 由街幻歡迎都它 圍著你 洪黑這邊 你沒有瞎瞎瞎瞎瞎瞎瞎 他説圍到警察不能走 我們全部不用帶好襲 五十萬人突然間為止 警察又走不了 警察又走不了 他怎麼供你帶 只不過是香港人想平靜下來 先搞好區選 先順利進行區選 先表達民意 你說有十萬人 我不相信有十萬人 你說幾萬人可能有 我見到的只是在尊東 佐敦那一帶 那一帶是沒用的 只在這邊 如果說真的有十萬人 二十萬人圍下去 警車又走不了 警察又走不了 他們比理大入面的學生還慘 理大入面還有食品儲存 警察沒有的 每天要換房才行 我們全部坐在正座 為自己的正座 警察走不了 警車走不了 他就死了 只不過這次香港人覺得沒辦法了 理大入面的學生還要走不了 即是救不了 即使被捕了也好 以後會翻案 不用這麼悲觀 不像他們有些人這麼悲觀 但現在香港的過世 怎麼看呢 之前的人都已經覺得差不多很黑暗 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最黑暗的時候 你可以說是最黑暗的時候 即是黎明前的黑暗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出 理大被圍遷都是一千人左右 加密衝出來被捕那些 即是圍堵自動去登記 那裡就六百人左右 之前被捕有三四百人 加密好像說是千一人 甚至加密幾個月的積累就四千四百多人 好像是五千八 五千八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那個晚上 我看有一個 就是你帶有六百人出來之後 就說五個月 五個月累計已經達到四千四百多人 那你是不是 即是 美國那邊說五千人 那都是五千人以內 不要緊 即是對比起香港最高峰上街那兩百萬人來講 那被捕了五千人 其實都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不是五千人被打死 是吧 被捕五千人 對比起兩百萬這個基數 即是這個站出來反政府的 那不算那些中間都是不妥政府 它沒有賺出來 是吧 那就是這兩百個基數 五千人是很少很少的數目 是吧 那但是呢 香港人呢 香港人呢 有很大的優勢 為何這樣說呢 反對派 即是這些反政府人士 那個氣勢呢 沒有消失到 還有那個氣勢在那裡 第二個呢 那中文大學呢 就很明顯的保衛成功 是吧 那他拘捕的人 以後怎樣 即是總之現在法庭就處理不過來的 大部分都會被保釋的 是吧 那只不過是 又是好像在理大那些 等於登記了 究竟上不上庭都不知道 上了庭判了刑都好 以後都有翻案的機會 這個呢 擺到明瞬 這些是 不是一般的刑事犯 這些人 都是政府逼成的 他是沒有自己的利害關係的 是吧 是為香港前途而犯罪的 是吧 這些人 如果你追究那個言恩 沒有得追究 就說什麼煽動不煽動的 所有煽動都是林鄭政府煽動出來的 是不是 你政府回應了 他們怎會勇武呢 怎會有這些刑事呢 所以有些 胡錫進就罵香港法官 警察抓人 法官放人 法官都覺得這些是小儀科來的 他沒有殺人 放火又不是正常意義上的那種放火 只不過是有一兩次可能會影響到樓上 但是都沒有死人 是不是 這些所有這些都不是他 好像那些匪徒那樣搶劫那些 一切一切都是很平靜的 所謂放火燒那些都是反對香港民意那些人 是不是 黑社會那些 所以 法官呢 看開一面是很應該的 就好像李嘉誠說的 看開一面 看開一面 看開一面不是說 你不要審的 即是說 你審的時候 追究一下那個 臭城這個事件的原因 他為什麼上街犯罪 是不是 他有什麼自己的利益 是不是 這些是沒有的 所以 將來呢 一定會翻案 因為 應該最應該審判的 香港政府 是北京政權 是不是 是他們搞成香港人 上街搞成香港 搞到香港這麼煉 所以我覺得 拉了五千人 但是呢 你再看 為什麼 香港人不用灰心呢 香港人的優勢還在呢 你可以看到政府和中共呢 已經沒有辦法了 香港 是不是 我們不用怕 他是沒有更加新的 有效的招數 拿出來對付香港人 香港人是有 還有很多招數制衡他們 是不是 還有 美國 特別現在 兩院通過了 那個香港人權法案 就更加迫使他 絕對沒有可能派兵 即使從習近平本人的態度來講 他都絕對不會派兵 為什麼呢 習近平身邊的人 就 跟我的朋友說 習近平很在乎自己 在歷史中的定位 如果他在香港製造出一個新的六四 他有什麼地位 是圍臭萬年那種地位 是不是 但現在理工大學 我和工人大學已經 他不做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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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資訊權 新聞資訊自由 和認訊自由 合格公司 作詞容詞